请问这一关到底要怎么过 全是第四 关键是跳过去之后 没有落脚的地方呀 难道需要一个极限的走位 诶 真的是极限走位啊 再来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第四陷阱居然有这么大的空间 让我踩 这不就简单了 来勾引一下 然后前边再勾引一下 直接跳过去 极限跳 难了兄弟们 太难了 我们的反应时间是有限的 因为第一次再次反应的时间是很快的 搞得我心里压力特别大呀 怎么再试一次啊 来先勾引 然后直接冲 啊 我再冲再冲再再冲 完了兄弟们 这一关也太难了 我觉得我卡这里了 关键是这个极限跳 它根本跳不过去啊 难道是有bug了 我们离远一点试一下 啊 不 兄弟们看看时间 咱们已经在这里跳了半个小时了 还没过去 气得我换了一个新键盘 咱们试一下啊 走 哎 啊 啊 啊 固然是键盘问题啊 反应就是0米 太难了 咱们跳个舞庆祝一下 等等 该不会越往后关卡越难吧 不行 赶紧先试一下 啊 不好意思 小小的失误 再来一次 哎 啊 不用出发呀 今天就过来了 还行 这一关我感觉有点难 呃 刺一下 哦 这个闪电桩也是非常致命的 走 哦 OK 再来 啊 防不胜防呀 不过嘛 一点都不难 哎 这不就过来了 直接可以穿过来 然后往哪里走呢 这都过不去 应该是在后边 果然是在这里啊 剧毒陷阱加地刺 一不小心直接把我扎成肉饼 哎 再勾引一下 这边要怎么走 哇 直接扎我一个凑星梁 让我来看看这里要怎么走 这不算很简单吗 只要勾引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加速带 然后往哪里走啊 迷路了 完了 速度也没了 哎 这边走 果然有很多剧毒陷阱啊 完了完了 速度没了 直到路线了就坑不了我了 走 看我的 加油 哦 嘞嘞 嘿嘿 第25关 这关是双地刺加舞 但是一点都不难呀 哎 过不去 我明白了 要跳上去 不明白了 咱们再来一次啊 跳到这个钟上 然后直接再跳过去吧 可以 看一下路线对不对 哦 耶 过来了 哇 下一关就有点难度了 这些地刺很不好躲呀 上下左右全都有 啊 防不守防 不过嘛 既然已经知道陷阱在哪里了 就很好躲了 我的 不就是上下左右吗 在这里 对 上面还有 然后左边上边 来一块 嘿嘿 这不就过来 这呢 差点就没了 哎 过关了 太棒了 接下来是冰冻陷阱 这啊 看来又是速度与激情啊 等哦 哎 啊 太难了兄弟们 看来我们要在这里直接跳下去啊 来喽 哎哎哎 差点没了 应该没问题了啊 等我们脚下的冰 散去 就OK了 这边是 减度带 只要我们站上去 就会走得很慢 这种情况下还要躲地刺 难度可想而知啊兄弟们 咱们来试一下 不过嘛 躲地刺的手段 我已经炉火成心了 所以说问题不大 咱们直接通关了 下一关确实很有难度啊 我们要蹲着躲地刺 哎 就像这样 勾引 勾引 nice 然后呢 然后呢 继续勾引 哎 然后然后 下面还有吗 下面还有吗 没了 虽然 这 直接来个加速 哇 这是个爽关啊兄弟们 看完蛋 呼呼 哎 直接过了 感觉这几关 虽然稍微有点难的 但是 但是还是很难的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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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勾引 啊 就是第一次和剧毒险阱的双重折磨 我受不了了兄弟们 我们看一下下一关的火力 不行的话 咱们就休息一下 好了兄弟们 为了防止大家看的太累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死亡跑会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